星島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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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媒體版面的阿桑奇 朱利安保罗阿桑奇 十幾年來阿桑奇可謂是歷盡了滄桑 躲躲藏藏 終於獲得了自由 而在這之後又有著怎樣的內幕呢 我們今天呢就和我們的兩種一起和您 來解讀阿桑奇的自由 在兩種解讀之前呢 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阿桑奇 這傳奇般的十幾年 阿桑奇呢是1971年7月3號出生在澳大利亞的 也就是說再有10天左右的時間呢 他就應該是53周歲了 阿桑奇在2006年的時候呢 是創辦了叫做維基解密 並且在10年 這個維基解密呢 他就公開了很多美國的內幕 尤其是軍事上的內幕 你比如說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當中的 很多美國的一些所謂的軍事機密 也讓美國政府一時之間是喪失了顏面 因此呢 很多國家也都把阿桑奇呢 是作為了一個眼中釘肉中刺 在2012年的時候呢 阿桑奇就躲進了厄瓜多爾 駐英國的一個大使館 並且呢得到了厄瓜多爾政府的一個庇護 同時呢 阿桑奇還獲得了一個厄瓜多爾的國籍 但是沒過多久 不知道阿桑奇和厄瓜多爾政府之間 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衝突 總之厄瓜多爾政府覺得說 我沒有在庇護你的必要了 而且呢還要求他 要求英國政府和警方呢 可以進入使館 帶走阿桑奇 阿桑奇就這樣 阿桑奇就這樣 就進入了英國的監獄 開始了服刑 在隨後 也就是當年 美國政府就向英國政府提出了要求 引渡阿桑奇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很快 英國的一系列的法院呢 就開始了對這個案子進行了審理 並且呢在2021年的時候 2021年的時候呢 允許阿桑奇被引渡到美國 當然大家都知道 英美法律體系當中 一個裁決或者是一個 事項被定下來 那不是一時半會的事 所以說阿桑奇在2021年被允許引渡美國之後呢 又經過了長達幾年的一個上訴被駁回 再上訴再被駁回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一直到去年 一直到去年 最終是認定他一定是要被引渡到美國的 而今年6月在他在英國監獄裡服刑結束之後 很巧合的是啊 他又和美國的這個公訴機關 也就是這個檢察機關呢 達成了一個和解協議 並且獲得了一個自由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接下來把話筒呢 交給我們的梁總 梁總好 一個被國際刑警組織通緝 然後呢 躲進了厄瓜多爾大使館長達數年 最後被英國抓捕 又被美國引渡的這樣一個澳大利亞人 可以說是一時之間啊 風光無雙 包括前總統特朗普 他上任之前呢 曾經是贊同這個阿桑奇的 但是一上任之後呢 他就開始指責阿桑奇 因此我就覺得這個阿桑奇 可谓是這個一個傳奇人物啊 那在這樣一個人物 在五眼聯盟的這個 英 美 澳 這個三個國家的政治外交當中 您認為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 他的那個阿桑奇的那個經歷啊 可以這樣這樣說是 對世界影響蠻大 但是比那個可以說是 他受到的關注 跟他得到的幫助 是遠低於 遠低於他應該得到的 阿桑奇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就是一個 開创了一個 可以說是新聞網站 在2006年的時候就開了那個維基解密 那維基解密呢 他那個網站的名字呢 Wikilead 就是說是從一些來源透露出來 而且這個透露呢 不是一般的透露 就是這個是機密的東西 他本身那個網站的設立 就是這樣子 要介入一些共中不知道的事情 特別是政府 不同的政府在幹的一些事 不見得光的事情 被介入出來了 是這樣子 所以他那個網站的意圖 就是要這樣爆料 你要回憶中 用最秋淺的話說 他就是一個爆料的網站 他爆的不是一些娛樂八卦 不是搞仔隊做的那些事情 就是嚴肅的 那些政府在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本身就是這個意思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可以這樣講 他不是一般的媒體人 更不是那些現在所謂的主楼媒體 西方主楼媒體里面 跟著他們的老闆 跟著政府來做戲的那些媒體 不一樣他就要做一個跟主楼媒體 反主楼媒體傳統的這樣一個新聞人 但是在那個網站開了之後 也沒有得到很大的關注 可以這樣講 直到2010年的時候 他接受了一批 關於美國軍方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還有美國的那些使館 大使館 各地的住在各國的那些使館的 來往的那些電文 那些應該是機密度的那些電文 他收到大量的這樣的內容 然後他就把他都放在網站下面去了 也沒有去把他修改 或者也沒有做一些自己的去詮釋他 解釋他的什麼 沒有就是原材料放在那邊 說老實話我也那段時期 我也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 因為他的網站很簡單 你可以從那些關鍵詞裡頭搜尋 所以看了很多 所以看利比亞伊拉克 看香港的那些 我也看很多 我在上面 真的你可以就 從最原始的資料裡頭 知道政府到底在時候做什麼 然後他那些材料裡頭 當然一爆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在那邊找找找 發現什麼 發現美軍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 其實做了很多殘忍 違反人道德的事情 殺害平民 然後也看到 美國的大使館 不停地接觸各個地方 讓人們授集情報 我也特別看了 從那個維基網站 那個維基解密網站上面看到香港 美國駐香港的領事館的領事 是怎麼接觸當時是所謂的香港的民主派 那些政治人物 甚至到法官 他們跟他怎麼來往 之後寫成了報告 送到華盛頓 那個報告又被維基解密 揭露出來了 所以看到他們的用心 他們的想法 你可以真的看到 那個政府在做什麼 所以他本身 阿商奇做這樣的事情 有人認為他是英雄 他有一個膽量 讓人敢放出來 但是他馬上就受到美國政府的起訴 認為他是見點 就通緝他 後來他就跑到歐洲去 在瑞典的時候呢 又被兩個女的 要起訴他 說他強奸 這個現在看來 很多人認為 就是一個陷阱 就是要用美元劑 要把他抓住 因為那個時候 他不是美國人 他是澳大利亞人 而且他也不在美國 所以要抓捕他 一定要有一些理由 然後就開始他那種 剛才你說的那一段 所以整整是14年 大家想想 一個人能有多少14年 現在阿商奇是52歲 他那年時候應該38歲 38到52 說老實話 對任何人來講 都是黃金的時期 沒錯 是不是 你從38還是壯年的時期 事業應該 人生的經歷也好 學問也好 都有一定相當的間 可以大干一些事情的時候 到52已經步入 可以說是中年的後期了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頭 整整14年他做什麼呢 他在他的人生事業裡頭 是最低谷的時候 他被通緝 然後被受強奸 他要為了躲避 被送到美國來 因為要是他專門被抓 然後引渡回美國的話 他肯定知道 可能醫生人出不來了 最悲慘的可能就是被判洗刑吧 就算是沒有洗刑的話 他可能也 終身也出不來了 所以他一直想辦法去逃避 然後就跑到那個 阿瓜多耶的 在英國的大使館裡頭 接受他庇護 在那邊七年 也拿到那個公民的身份 還在使館裡頭 因為他的代表律師 一個女的律師 也跟他發展成為恋人 也在那邊結婚 還剩了兩個兒子 在那個等如是在被避難的時候 但是後來呢 又被阿瓜多耶 新的政府就出賣了 當然他也 那個阿瓜多耶 當然也受到美國的壓力吧 他已經拿到阿瓜多耶的庇護 也拿到公民的身份 但是出不來 還在那邊跟坐牢 其實好一點而已 對自己的前途 也沒辦法掌握 你能不能大出大使館 一步 這樣是很痛苦的 過了七年 你可以想象嘛 一個人在他那個狀人的時候 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來還被那個阿瓜多耶 去逐出去了 被出賣了 出去馬上就被英國政府 就是抓進去起訴了 因為政府為什麼要起訴呢 這個是有一點的案件 然後他出來的時候 那個案件已經被租銷了 撤回了 撤銷了 撤回那個案了 都沒有那個案 但是英國還可以起訴他 說他違反了那個保外的 保釋的那個當日的條件 但是原來的案都沒有了 他就判得蠻重的 判他五十個 那個刑期 判得蠻重的 這是關於什麼事呢 可以這樣講 明顯的就是這個也是 我們可以猜想嘛 可以說就是聽了美國的 就會把它留在那邊 然後就等候 美國從英國手上 把它接到美國來審訊 所以這樣一個人 只是做了一個這樣 他受到一些這樣 也不是他主動的去挖那些材料 所以有人知道想 要把那些材料送給他 來介入出來 他接受了 他放到他自己的網站下面去 但站在美國政府的立場 他是犯法 那這個我是國家機密 但是在更高的那個人類的道德來講 他其實是介入了一個政府 他是違反人道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但是他的一身為者 就付出很大的代價 沒有得到 我認為是 這是社會對他應有的支持 還是為不足道的 在昨天的這個庭審當中 阿桑奇還說說 我作為一名記者 鼓勵消息來源 據稱是機密的消息 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記者 梁總 您做一個資深的媒體人 您在當下的這個網絡時代 您如何評價阿桑奇 他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我自己也是一個媒體人 也做了30多年 我想每一個做媒體的 你都可以帶入到阿桑奇的環境 這個境遇來想一想 要是有一天 也有人拿著這樣的材料 而且你看了 你也不是假的材料 是真的材料 但它是從 你可以說 它是來自一個非法的 這樣途徑才會拿出來 因為是國家機密 應該有國家的保密法 它可以漏了出來 當然這個是不合法的途徑 但是你看了那些材料之後 你覺得那些材料 可以讓公眾更明白 政府在做一些什麼 政府做的那些事情 可能本身也是違法的 它也是違法的 包括什麼是殺害別國的平民 去顛覆別國的政權 這樣的事情 公眾有沒有全知道呢 那個政府到底 它的地位有多高呢 站在一個新聞從業員來講 我們最求的就是事實的真相 我們不是服務於權貴 要是我們服務於權貴的話 那很簡單 權貴老闆要我們發什麼 我們就發什麼 但是新聞本身在美國也是 所謂是第四權 就是說美國或西方社會三權以外 媒體在監督政府的 政府做了什麼違法的事情 或是不干的事情 那媒體就可以把它報導出來 但是要是說政府是不能碰的 政府幹了什麼事情 壞的事情也好 媒體就不能報導 因為這個是政府不允許報導 政府有它的法在那邊 要是這樣的話呢 就跟我們認為的媒體 最崇高的那種責任跟精神 都有一種衝突矛盾跟違背 要是政府說了算的話 那先前西方說的新聞自由啊 監督政府的那種權利啊 就等於是沒有了 因為政府可以立業法 出來這個你不能報導 你不能報導 你報導了這是犯法 會追究你的刑激責任的話 那那個界限怎麼定呢 所以我覺得要是作為一個媒體人 遇到這樣的材料的時候 你選擇是什麼 你選擇保護自己的 當然就說沒看過 但是你選擇要公眾知道的話 你就冒著這個好像二三七的危險 所以他是知道後果的 其實他知道後果 也為了這個也經歷了14年 但是最後可以看到他法庭上面 想繼續維護自己的這樣一個原則 但是最後他還是認罪了 好 這裡是星島中文電台郭玉台 您現在收聽並收看的是 是我們的總編輯時間 每周三的總編輯時間 那麼先進一段廣告 回來之後我們來看一看 透過阿桑奇 我們可以看到美 英 澳 這五眼聯盟中的三國 彼此之間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好 廣告之後見 各位好 歡迎回來 這裡是星島中文電台郭玉台 我是代版主持沙龍 我們今天的話題是聚焦阿桑奇 我們接下來還是繼續有請梁總 梁總 在阿桑奇這個問題上 你看他是澳大利亞人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 在剛上台的時候就很關注阿桑奇 並且說已經夠了 他就呼籲應該早一點釋放他 並且表示說這不是外交部用大嗓門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而且他還覺得說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來進行 另外在去年澳大利亞的一個議會代表團 來到美國訪問的時候 就和美國國會進行了一個密切的磋商 而隨後阿爾巴尼斯再來到美國和拜登見面的時候 明確的當面提出了阿桑奇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阿桑奇的這個事情 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人 他歷經坎坷被人通緝引渡的問題 各個國家好像都在角逐角力 所以說透過阿桑奇 您覺得這個五眼聯盟當中的這三個國家 他到底算是一個什麼關係呢 當然是美國是老大的 發生這樣的事情 阿桑奇接受到那一批的材料 放上去之後被美國起訴通緝 他在也探上了這樣的色情的陷阱裡頭 他那時候要找庇護 避開美國對他的全球的這樣通緝 他是澳大利亞人 我第一想到的為什麼他要跑到阿桑多伊的使館去 他為什麼不到澳大利亞的大使館去 很自然嘛 就是要我們現在拿美國護照 那到外面要是發生有什麼危害季節人身安全的事情 我剛才想到哇我要找美國的大使館 那那個阿桑奇是澳大利亞人 他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去澳大利亞的大使館 他也把澳大利亞跟美國經過之間的這個關係 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使館 他都覺得不安全 他也可能會覺得要是我到澳大利亞使館裡頭 馬上就被送出去了 所以他也不敢去 走了走了去阿桑多伊這樣一個國家收留他 那時候大家可能也會有點訝異 就敢 敢跟美國對著干 接受了他 所以這個本身就是一個悲哀 我覺得 那現在一直都說澳大利亞對阿桑奇多好 總理都這個也是事實 也是應該感謝澳洲的總理這樣做 因為他沒有這樣的關心的話 可能也沒有現在的情況出現 他也能夠回到澳大利亞 還帶著他的老婆跟兩個兒子 這樣到澳大利亞去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不錯的結局 從整個事情來看的時候 我第一會想到 到底哪一個國家的作用最關鍵呢 但美國作為一個要起訴 要報復阿桑奇的一個國家 他是源頭 但是能夠改變這個事情的 是澳洲還是英國 英國就是服從於美國了 美國要他怎麼樣 要把他扣下來 然後表面還要做一些法律程序 但阿桑奇就在那邊偷偷來 也這樣子可以拖這樣一段時期 英國的角色純粹就是 美國的打手而已 原來澳大利亞在那邊 一開始就不敢吭聲 那個阿桑奇也不相信他 然後呢他也出面去幫助 但是還有一個國家是 這個三國 也都說話奧克斯的 那個三國裡頭沒有出現的 但是他也有很關鍵作用的 不是阿桑奇 是中國 是中國 中國在那邊 為什麼呢 有一些分析就認為 現在美國對阿桑奇 他已經十多年了 結末他十四年了 可以這樣講 要報的仇 可以對他個人來講 那十四年是很難過的 對於每一個人來講 我們都不敢想像 要是那些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所有的事業家庭人生 自由什麼都沒有了 十四年沒有自由 他最後是最糟糕的 是關進英國的監獄裡頭 他作為這樣一個沒有刑事犯罪的人 他不是殺人 不是搶劫 不是暴力的犯罪 是純粹是一個可以說是政治犯 被關的 他那邊是怎麼關的呢 他是24小時裡頭 是只有一個小時 能夠自由出來走動 23個小時都是被這樣囚禁 這樣一個等於把它作為一個高度的 例子重犯這樣看待 所以對一個人在這個監獄裡頭 五年多是一個精神的結磨 是很嚴重的 這樣講 所以要對上期個人的精神跟肉體的那種結磨呢 美國已經做到了可以這樣講 已經做到了14年 那個人的人生都被你剝奪了14年了 然後在那個他在維基網站被揭露出來 對美國當然就做成那些很大的傷害 對美國的公信力 那個國家的信誉 都做成很大傷害 但這個傷害已經做成了 也沒辦法回轉了 可以這樣講 美國也沒辦法去反駁 因為就是那些都是原材料 都是你自己的材料被這樣揭露出來 所以可以說那些破壞已經做成了 美國也沒辦法回轉了 所以對阿商奇來講 他剩餘的價值其實不多 對美國來講 但是對那個事情 要是現在澳大利亞的總理怎麼關注的話 他那個面不給他的話呢 反而會做成一些不良的影響 那個不良影響是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要拉著英國跟澳洲來對抗中國 特別是澳大利亞 他把核潛艇賣給那個澳大利亞 就是希望澳大利亞在那個南邊 對中國形成某種的軍事的壓力在那邊 雖然其實澳大利亞很遙遠 跟澳大利亞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中國也不會跑到那邊來打他 不像是當年的日本 也沒有這個 完全沒有這個需要 澳大利亞也跟了也跟了 要是在這個關節的時候 要是美國還堅持不讓的話 那怎麼辦呢 聽說有這樣一個說法就是澳大利亞 縮動美國接受這樣的安排 方生的那個阿商奇的原因就是說 美國要去堅持去起訴那個阿商奇的話 你像阿商奇這樣的人物 14年都被你這樣結膜了 你還要追殺他 那對於美國所謂現在跟中國的競爭 就說我是自由民主 你那邊是獨裁 你那邊是控制人民都不想人民說話 那就是你沒有道德的高地嘛 不如把這個案結了 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講 我覺得也是一個合理的這樣說法 就是因為考量到現在要美國要抗中 所以把這個事情了 所以中國還是這樣 必動的可以這樣 參與了這樣一個事情 成為一個這樣的因素在中間 所以說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 就是說為什麼在目前的這個時間 節點上阿商奇被以這樣的一種方式 得以獲得自由 我們先進段廣告 回來之後 梁總和您接著說 星島總編輯 國語台每周三上午9點10分的總編輯時間 我是代辦主持沙龍 接下來我們先來關注一下網上給我們發來的留言 這位尾號3298的朋友就說說 阿商奇有道德上的爭議 但是絕對沒有政治頭腦 任何國家都有其黑暗面不可觸碰 這個和梁總剛才說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朋友說的說是一個政治頭腦 但是我聽剛才梁總的分析判斷呢 阿商奇是以一個新聞從業人員 或者是一個想讓整個人類 能夠滿足他這種知情權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辦的這個解密 也就是說這個他似乎又和政治沒有太大關係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其實他有相當的危險性在裡面 真的我自己從業 當然我的處理的新聞的那個那個 嚴重程度啊 跟阿商奇是雙差太遠了 阿商奇是涉及到美國作為世界唯一敲擊大國 還掌控全球政治軍事的這樣一個大國 他的機密 那個是何等機密啊 我自己也有一點的感觸 在我從事新聞工作的三十多年裡頭 我受過那個樹面的恐嚇 要對我的家人 說那個殺害的 恐嚇性我受過 當面的 為何我也見過啊 啊 就是當面的啊 把我拉進小房間裡頭 然後這樣恐嚇我 我的 也有 我只是一個做普通地方新聞的 都會遇到這樣的 有人身安全的一種要挟 還有的就是我記得一個老前輩 我們在美國做華人媒體的一個老前輩 就跟我說 因為那個過去呢 我也強行寫那個專欄 然後也做一些評論 那他就提醒我 他說林靖鋒啊 你寫評論啊 不要寫得過猛 你不要批評身邊的人 就是說社區你見到的人 你不要批評他們 你不要批評更遠的人 比如說批評那些 根本都不認識你的人 那些其他人 你批評總統也好 批評哪個中國政治人物啊 你那個就寫 但你身邊的 你接觸到的人 你千萬不要批評他 因為那些人會有反應 會對你做成一些傷害 那時候我都不認同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我們還要 但是這個也是很現實 你是先保護自己呢 還是按照你的專業 去幹你的那些事情呢 因為新聞專業 就是說我們只看真相 只看事實 而且那個是大事情 要是你看到那些危機解密裡頭 關於美國政府 在世界各地所幹的事情 這樣不合乎人道 不合乎法律 最小不符合道德的那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讓公眾知道 一個真實的美國 還是為了解決安全就算了 這個是一個人生很重大的選擇 我們看到阿商奇的選擇就是 我要讓公眾知道 的確他那個影響力 也對 也影響到我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材料的時候 我會更了解到底 美國政府是什麼運作的 包括利比亞 大家看到利比亞 這樣的結果 今天這樣的局面 你看看過去利比亞 跟美國政府合作的時候 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的報告是怎麼寫 你就會對整個局勢也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可以不受主流媒體的那種宣傳的影響 所以這個阿商奇是幫了很多人 他的貢獻是偉大的 可以講 但是他個人是悲哀的 所以這樣一個人 你的選擇是什麼呢 要是他選擇不公開的事情 他可能還是過了一個很正常的生活 但是這樣的對他來講 他選擇了 明顯的選擇今天的結果 所以我們應該是佩服他的 好 觀眾朋友 這裡是星島中文電台郭玉台 您現在收聽的是我們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的網上短信平台是650382-2008 歡迎您在網上留言 說到阿商奇呢 就是又和剛才您談到的一個話題有關 就是您覺得說阿商奇這個時間點被這個放出來 應該不是一個巧合 我們也關注到了 下個月也就是在阿商奇過生日 過53歲生日的時候呢 英國馬上要大選 而且英國這次大選是一個臨時性的大選 緊接著今年年底 美國要大選 另外一個俄烏戰爭 還有中東目前的這個局勢 還有這個不斷似乎是要擴大的這樣的一個跡象 那您認為阿商奇在這樣一個時間點獲得了自由 這個到底是各方努力的結果 或者說那個三個國家之間外交政治磋商 角逐的一個結果呢 還是更像有些人認為的是說 這是一個不得不做出的一個妥協呢 阿商奇因為他的在英國的刑期已經結束了 對 所以在這個也是處理他 下一步應該怎麼去繼續處理他 英國呢 法庭可以判他 就把你送到美國去 因為你身上還有案件 美國也提出這樣的要求 可以這樣做 但他把他接過去的時候 剛才說了 這幾個關鍵點都是個巧合可以這樣說 那要繼續處理他還是不處理他 還是現在的這樣的處理 可能這個時機也是幫了他 當然第一幫他的是澳大利亞 把自己的公民接回來了 跟他說情這個是一個 然後呢剛才說了中國 大家都要忙著要對抗中國美國 這個一個小事情就放了吧 可以是這樣子 那剛才說的幾個點也是 因為要是繼續要把阿商奇引渡回來的時候 他肯定會繼續打官司 他坐牢做出來的事之後 他人到什麼地方去 那怎麼去處理他 要不然鬧更大的新聞還是怎麼樣 那現在美國呢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認罪協議 這個是要他認罪 也不是說放棄起訴 也不是說輕的罪 對 大家還記得那個李文和 那個中國 就是華裔的美籍的科學家 還是研究核集武器的 李文和當年被那個美國以間諜罪 起訴他 也沒有起訴 去審查他 他到最後呢 也起訴之後呢 也發覺沒有證據 托拉幾年也把他獨立的囚禁 跟阿商奇差不多 那是很沒有人道的 這樣的漸進一個科學家 後來就 只是取出一個很簡單的罪名 這是美國政府也要 司法部也要拿一個台階下 那是那個不當處理文件 這樣輕信的罪 就要了結了 美國也拿了一人面子 但是什麼賠償都沒有 也折磨了那個李文和幾年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很 就很慘了 但是阿商奇呢 這次呢 他認的是個重罪 對 間諜罪 他也認 所以美國政府呢 也沒有說他輕的 就把他放過 所以對於美國來講 他還是在美國的聯邦法庭裡頭 是在那個美國的殖民地裡頭 審訊他 在美國來講呢 他誰說的過去了 第一在美國的法庭 第二呢 還是間諜罪 而且呢 他也認了 我們判刑呢 那刑就跟他在英國做的時間一樣 同期就急刑了 所以放他 整個法律的 司法的面子來講呢 美國是做足了 可以說是把那事情了結 那就不讓他在選舉裡頭 剛才你說的那一種 我覺得也是一個因素 不要拖到那個叫 競選的時候 還沒有一個結果 現在可以說 沒錯 拜登沒錯 美國政府沒錯 他的確認罪了 我們對他那個判刑 就有一點點 人情味 可以這樣講啊 所以這個事情 算是對於大選沒有什麼影響 好 您現在收聽和收看的是 星島中文電台 國語台 每周三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今天的話題呢 是聚焦阿桑奇 阿桑奇是被釋放了 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 你比如說前 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呢 他就認為說阿桑奇的釋放呢 實際上是玷污了我們武裝部隊成員的服務和犧牲 也有些法律人士認為 美國這一次實際上是表演了一場法律的司法秀 到底從法律角度如何看待阿桑奇的釋放 我們今天中午12點30分的沙龍說法 將會和您共同來探討 感謝收聽今天的總編輯時間 也感謝梁總來到我們的直播間 接受我們的採訪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見